因此吴博士认为,我们应当给予每个孩子机会,让他们尽量发挥所长。 1979年在新加坡,我认为这个概念对整个教育体系来说非常陌生。 许多家长也感到,如果你在孩子很年幼的时候,就把他们归类为本学生,他们将真的成为本学生。 一些人也指出,有的小孩教室开窍,需要较多的时间,这些都是真的。 他规划出这个方案之后,我肯定很多人会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它,并做出各种标签。 对吴博士而言,这个问题必须解决,而且是为了孩子们的利益,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教育制度问题。 当时,家长们并没有完全接纳分流制度,连一些教师都一样。 不过务实的吴博士确保他的班底得到支持,去推行这些变革。 你需要像吴博士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出来说,我们现在面对这个问题,有这些解决方案,我们必须重新整顿,确立对的方针。 他以崇高的道德威望,明确的思维和坚定的使命感告诉大家,这就是我们要走的方向。 凡事都有正负两面,负面是一些学生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,他们最终没有留在教育体系内完成十年的基础教育。 不过积极的一面是,双语政策取得成效,因为吴博士的建议和实际推行,使它成为有效的政策。 我认为,这对我们的国家很重要。 分流制度推行数年后,我还在教育部任职。 我记得当时的政务部长郑永顺博士进行了考核评估,发现错学率大幅度的下降。 近三十年来,分流制度已经成为学校生活继承的事实,并提高了大多数学生的基础教育水平。 不过,吴博士做的还不止这些。 一些他认为能够充分让每个学生发挥所长的政策接着出台,引起更多争议。 这包括高材班制度,让每个学年最顶尖1%的学生以加快的步伐接受教育。 以及大学毕业生母亲政策,让拥有大学资格母亲的小孩优先录取入学。 比较不惧争议的是设立课程发展署,重新整顿所有的教材。 推行电脑教学的基础也是在这期间打下的。 在教育领域上,吴博士的功绩在于变革和统合。 吴博士对新加坡的远景不但只是满足国人的物质需求。 他曾经这么说,即使在物资缺乏的大环境里,伟大的戏剧和活泼的文化一样可以茁壮成长。 也许他的选区牛车水最能够直接感受到这份热忱。 这位五届国会议员说,广东戏曲是深受喜爱的休闲活动,不过这一代当时并没有剧院。 因此,在1969年,牛车水人民剧院在这里建立起来,这是一个露天剧院。 看到他前来出席这么一个场合,并且一直待到散场,你可以感受到他一定乐在其中。 不然的话,作为国会议员,他大可以在中场休息时就先行离开。 后来,这个露天剧场被提升为完全冷气化的剧院。 不过,这并不是他唯一流传至今的贡献。 物货士对牛车水非常显著的贡献是,他对这里居民的关怀,尤其是好几条街道旁的小贩。 在60年代以前,所有的小贩都是在露天下当街叫卖的。 朔尔街,朔尔巷,史密斯街,还有其他的街道。 而他对小贩们的生计非常关注,他们必须使时日晒雨淋, 所以他决定建一个大厦,让所有的小贩都牵进去营业。 1979年,新加坡交响乐团正式成立。 李光耀先生透露,是吴博士说服他,说新加坡人民应该对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有感觉。 吴博士也要求他资助一些公司,譬如新加坡交响乐团和飞琴公园,即使他们不赚钱。 真正在背后推动成立属于新加坡的交响乐团这个主义的人, 正是吴庆瑞博士。 他为成立乐团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和支持。 当时,我们正在招聘乐团指挥。 而他建议,我们找一个旅居欧洲的新加坡人出任这个职位。 于是,我们向朱辉先生发出邀请。 对吴博士来说,国家设计不单只是丰衣足食的生计问题。 吴博士觉得,要为一个国家建议起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自信, 使他的国民能够面对并克服逆境。 你需要的不单只是物质上的满足。 不论你怎么称呼它,心灵的充实,文明的本质,或是国民的个性, 这些都是文字。 不过实际上,它并不意味着一些人就会比较坚韧, 心理素质比一般人坚强许多,能够超越逆境,盘上更高的境界。 能够超越逆境,盘上更高的境界。 是有需要的充实吗? 是的,有需要的充实,但你必须不需要的充实需要充实的充实。 怎么会充实的充实出呢? 当你的肩膀是空的, 某些人会想到更多的材料之类。 像现在? 是它发生的吗? 可能会到充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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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充实。 在日常的政府运作上,吴博士关注的是选贤余能, 委任适合的人选出任公职。 他出任国防部长期间, 发掘和提拔了不少有才干的人出任高级公职。 年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被赋予重大的责任。 他是其中一个上司, 完全不理会你的性别, 穿裙子还是裤子。 他只在意的问题是, 你的才干能够胜任什么任务。 他的管理方式是明确、果断和直接的。 他自己的付出是高规格的, 他对别人的要求也是高规格的。 这也造成他在别人眼中性子疾, 处世绝不含糊的印象。 不过, 这是属于绝顶聪明人的性疾, 因为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很重要的任务。 他没时间跟梵文柔杰打交道。 无论你是个将军、少校、上校或者只是个年轻军官, 他都会直接找负责的人。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好的。 因为这等于说, 一个年轻军官会在事业的开端获得认可。 不过,如果你犯错, 你就无法保护自己。 吴博士会知道谁该负责。 不过, 跟吴博士共事过的人说, 在严肃的外表之下, 他其实很幽默, 而且非常愿意虚心虚心。